大家好 我们平时在养护业计划的过程中 单单用花多多一号行不行呢 能不能够让它开花呢 今天就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只是单单用花多多一号呢 是不能够让它开花的 只是花多多一号呢 它虽然是含蛋磷价是比较均衡的一种肥料 不过呢 它是单单用来出生长的 是不能够让它能够出花的 不过也不是完全不能够出花 如果用这个花多多一号的话 也是可以的 不过呢出花的是比较的慢的 咱们可以用到一些花多多二号 花多多二号呢 所含的蛋磷价是特别多的 10到30到20 它是一种比较好的高磷高加肥 也是被称回出花肥的一种 当然呢 这个花多多呢 它的型号是特别的多的 咱们是按照脊柱的生长情况来决定使用的 如果长期使用花多多二号 一般这个脊柱啊 芒芝是特别的多的 分开来使用是比较好的 如果这时候是长芽 长枝的话 它细细要大量的淡肥 这时候咱们补充淡肥就可以了 淡肥的话是比较好的 等到它想要长花苞的时候 咱们改用一些花多多号就可以了 在养护叶肌花的过程中 不单单使用这种花多多一号 咱们也可以结合花多多号一起使用 很容易让它开出花苞 开出花朵了 使花多多一号 花多多号 其他的型号 只要在它的生长不同的阶段使用是比较好的 这样就很好的养护出比较多的一些叶肌花了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这些方法大家认同就可以了 好了 下次再见